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cia 我是Ethan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火急火燎 睡不着觉的这件事终于结束了 对,没错 就是加州大选 几乎好像是看到一个曙光一样 说这一次我们真的说不定可以翻转加州 因为在加州你要选一个共和党的 不只是州党 任何职位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只要是共和党,只要是保守派的 因为加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蓝的一个州 所以这一次觉得说好像有机会 好,那这个选票呢 其实当天晚上8点截止投票嘛 9点多 电视台就开始报结果了 就是说我们这次失败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说这个官方他出来的这个选票结果公布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 截止结稿的时候 同意罢免的是350万2254人 占比36.4% 不同意罢免的是612万6111人 占比63.8% 那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几个候选人 只列出来几个给大家做参考 最终的得票比例 第一名 Larry Elder 240万5400票 占比47.2% Kamon Faulkner 45万2332票 占比8.5% John Cox 23万1722张票 占比4.4% Kamon Kylie 167351票 占比3.2% Jenny Ray 11279票 占比0.2% 所以这个大家一看 民调其实差不多 是 而且Larry Elder 最后出来的比民调就要高了很多 是 我觉得民调稍微有差的 那个时候他说民调出来 是5050 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后来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不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这个民主党 他们这么使劲的去宣传 也是脱离不了 就像之前我们在做大选那一段期间 有很多人说 你看这Larry Elder出来就要钱 那个怎么怎么 你一看 这就是用钱的结果 他用了钱 你才可以频繁的在YouTube上面 看到他这些广告 你用了钱 他才可以去找人拍广告 好好的制作 然后把这些都放下 这些全部都是一块钱的 所以竞选是 没有钱你就别想打了 不可能的 那我们这次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输是输了 但是输了之后 我们要总结原因 就是说为什么输了 这次输的原因 是不是纯粹是因为 加州的大选舞弊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说因为我们是邮寄选票 还是因为民主党有小动作 大选舞弊是一个 只要有选举 从有选举以来就一直有的问题 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有了 美国选举舞弊的历史也是满天飞 当时南方的民主党不准黑人投票 然后共和党的人拿着枪带着黑人去投票 结果选举还是被篡改 各式各样的作弊模式 相抵灌票 事后灌票 威胁投票人 收买计票人 抢运票车 然后到现在都有这个网路 可以编码 创改伺服器 邮寄选票 选票收集站 ballot harvesting 这些都是多年来 试图在选举作弊上面 做到的重大贡献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要一个选举完全公平公正 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只是这个作弊造成的创伤是多还是少而已 那这一次呢 加州的罢免州党这个选举 有大规模的选举舞弊吗? 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显示 这个罢免案就是一个不臭的响屁 很大声 但是没味道 yes or no的比例64跟36 那这个是70%的选票出来之后 这个计算结果 根据MSNBC的民调 想要罢免州长的这个意愿 并不是加州居民的主流意识 只有47%的男性想要罢免他 只有38%的女性想要罢免他 44%的白人想要罢免他 19%的黑人想要罢免他 也就是说这次Newton真的是大获全胜 这次输得蛮惨的 而且这次输的主要原因 不是舞弊的内心 的确就是加州很多人说 我不要Recall他 你不管说很多人说 不要Recall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Newton长太帅 这是真的原因呢 这不是那个巴布隆币的玩笑 这是真的原因呢 然后还有人觉得说他做的很好啊 你看Covid的时候管的多严 餐馆说让你关你就关啊 谁也别上街谁也别上班 全都在家呆着多好啊 大家都觉得蛮多人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式 尤其是华人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输的这么惨 很不幸的就是这代表说这个加州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 翻转的机会基本上是零 将来会以一个无可救药的方式全部就是直线往下掉 因为并没有一个希望能翻转的期待在这个州里面 在这个NBC的报告上面呢 他有问一些关于现在的议题 有问到新冠肺炎的处理方式啊 事实上就是绝大多数的加州居民就跟你说的一样 认为Newton处理的还不错 OK他有47%的人觉得说Newton处理的恰到好处对症下药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认为说他对疫情的做法不够严厉 应该要更严谨才对 只有32%的人觉得疫情处理的方式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就是我们自己投票投出来的 就是我们赢得的 26%这次投票的人非常认同Newton这个州长 28%认为说他做得不错 所以这大概就是54%了 他的支持者就是54% 那这个民调说大概有43%的人认为说这个州长不OK Newton在自己的胜选演讲上面很大一部分来说这个recall 是来自于Trumpism 川普主义 你知道川普变成一个主义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把所有就是支持川普的人 你们看他们1月6号的那个暴动 然后等等等 他们把所有的川普的人现在就说成是 你们就是一种类似于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 这样一个组织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点 因为川普没有来过加州 也没有帮任何人进选 他的名字也不在选票上面 但是很可以确定的就是 这个会是未来所有民主党的攻击方式 就是他就是跟川普一样 事实上就是川普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治人物 他的政策很好 他的方向很棒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像一般政治人物一样 就是很讨喜的那一种人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他自己也说了这一点 如果说2020的选举有任何真实性的话 就是川普的言行举止 引出来很多左派的人出来投票 他被创造成一个所有左派的敌人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明年的时候 还会再做州长的选举 但从现在开始 其实左派会意识到有一个危机的感觉 因为他们知道 哇原来真的有人想要recall他 原来这些人真的是来真的了 所以NEWSOM现在还在位上 这个事情对我们到底来说代表着什么 他未来的政策到底会怎么样 近年年初的时候给大家报道过 他们希望要在加州的学校里面 实行一个邪教 那这个邪教就是来自于墨西哥 他们会有这个把人解剖啊 然后这样的那种各种仪式啊 这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现在NEWSOM在没有被recall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已经通过了 邪教的这个东西已经通过了 而且他变成了在加州高中 要毕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选项 说不定就是你若到时候考GED 不知道这样的题目会不会在里面 对 然后还有像这个变性啊 堕胎啊 现在已经通过了 不需要让家长知道 你的小孩可能 在学校里面 被这个老师说说说说 我可能是个变性人 我可能想变成男生 所以他就自己跑到学校那边说 我要变男生 然后人家就开始给他打针 这些东西不需要让家长知道 或者是哪一天突然发现说 哎呀做了坏事怀孕了 你可以跑到学校去 然后学校来给你做多台 这个事情不用家长知道 这个东西现在都已经通过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们会以后看着 加州会直线的往下掉 会有一系列这种非常恶心 非常奇怪的法案陆续的通过 这代表就是加州会越变越来 你可以试着去搬到一个紫的州去 让那个州搬成红 然后去那边创业建立公司 离开这个舒适圈 这个华人圈好不好 因为舒适圈是个笼子 如果你要只是有房子住 然后三餐正常 然后可以有正常休息的时间 有工作可以做的话 那你可以进监狱啊 监狱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 加州的选民 目前至少只是投票结果 没有想要降低税收 没有想要减少限制 也没有想要减少犯罪 也没有想要抵制那些无耻的性教育 在公立学校里面 他们不但没有 他们还拥抱这些想法 我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华人妈妈 她是基督徒哦 OK 她在Facebook上面讲说 我想要我的小孩接受多元 我在办这个 Baby Gender Reveal Party的时候 那个气球跟蛋糕 我不想用传统的粉蓝色跟粉红色 请问各位妈妈有什么样的建议 营养啊 你看进入口也对啊 对啊 而且是妈妈 在小孩她还没出生 Baby shower还没出生哦 就已经在那边说 她要把她小孩弄得男不男女婿的 那我没有回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我要建议的话 我会建议她把小孩送到孤儿院 或是领养中心 然后她自己去精神病院 加州有太多人支持这个样的东西了 我们看到这个文化 如果要改变要翻转 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努力 一定要花上很多很多的力气 那首先要做到这个东西的话 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读过圣经 我们知道真理 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神在这个世界的心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这些基督徒 首先要做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团结 那但是我们再回来看哈 今天跟大家说一点实在的东西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的大选中间 基督徒都做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先来说一些正念的 那这一次基督徒做的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也是很多教会 首次公开用教会的力量 来影响社区还有政治 这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华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他不查证任何事情 而且一切都是听说 华人非常爱看假新闻 例如说什么台湾的关键时刻啊 还有什么新闻龙卷风啊 中国有什么台海战情事之类的东西 这些原本是娱乐的东西 很多人把他们当成事实在看 因为听起来很耸动 然后感觉好像随时都要打仗了 然后美国会怎样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 他们说的东西没有一个成真果 不只是这个样子 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去阴谋论的网站 然后还沾沾自喜 在网路上面转发基督徒的群组 然后真是非常的丢脸 OK 就是底下一堆基督徒 你才看这个上面这样 阿们 他妹是天使正义的使者 名怎样怎样 哈利路亚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华人 最主要去的几个阴谋论的平台 人家已经讲明了 人家是阴谋论 OK 在这里我不批评他们说什么 因为他们是YouTuber 他们就是靠这个东西赚钱 人家讲什么 是人家言论自由的东西 但是你作为基督徒 你要不要去听这个东西 他是新世纪的信徒 OK 他不是基督徒 他在里面还给耶稣编号呢 耶稣9号 耶稣11号 耶稣是外星人 耶稣有编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如果有的人说 我不在乎 他说的就是事实 我不在乎 他是信什么宗教的 他说的东西 只要是与我有意的 我就听啊 神也不是完全都使用基督徒啊 那你去看他说的东西 哪个东西成真的 看到那个基督徒 在聊天室里面吵架 太丢人了 实在实在是太丢人了 我们呢 在属灵里面 我们都算是年轻人 长辈能不能真的做一些榜样 就是你们读了 就是你们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 你们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的服饰 神的样子在哪里 点名道姓的在里面骂 骂骂骂骂 骂完了之后 我从来都不知道基督徒骂人的套路 原来是这样啊 骂人拿圣经骂人 找几个经节骂人 骂骂骂骂 骂完了之后 然后说 愿神光照你 愿圣灵光照你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先打人几个巴掌 最后帮人祷告一下 给你填造 这是神要做的吗 你光看这一点 我跟你讲 华人教会太多太多这样的问题 而且每个人都沾沾自喜 然后觉得说 我对啊 我就是对啊 我是跟神站在一起的 你是跟神站在一起的吗 但是我觉得 更令我失望的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牧师 30岁到50岁之间那种 你会发现 基督教 这个里面 藏了大量的左派这些人在里面 不只是这个样子 这些人加入了左派运动里面 这次RICO 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NUSA的 支持大政府的 支持使用政府的力量 来压迫人民 强制他们戴口罩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是好的 如果你问他们的话 他们会说 耶稣再来的话 也会支持social distancing啊 对不对 也会强制戴口罩啊 对不对 这些是政府的啊 对不对 我们要服从啊 人家连麻风病的人都敢碰 OK 你跟我读的真的是同一本圣经吗 这些年轻的牧师这个支持BIG TECH OK 封锁言论自由 说美国以及川普的支持者都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 支持BLM打砸抢的活动 支持LGBTQ的运动 支持Pride Month 支持Stop Asian Hate 更可怕的是 很多这些都是年轻的团契的牧师 这些是大教会的年轻团契 很多人会说就是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 大学之后会离开教会 不是因为年轻人接受资讯变多了 然后年轻人变难搞了 然后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在教导他们的东西 没有一点是圣经的内容 我们的教会在教导他们是要怎么跟世界一样 那他干嘛来教会 他干嘛去教会 干嘛留在教会 教会如果只是一个让牧师有半吃的地方的话 那教会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对所以教会的青年团契非常重要 谁去带教会的青年团契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一个牧师 你从来没金属过政治 你被左派的这些新闻每天都洗脑 你被这些骗 那我建议你 你干脆 你不要讲这些东西 你干脆不要碰这些东西 因为你碰完了之后 你就是再帮撒旦做一个宣传的口号 你就是再帮撒旦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年轻人的脑子里面 我们现在教会里的年轻人 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需要圣经真理的教导 这些真理不是干巴巴的 你只是把话讲出来 要让这些东西跟现实社会发生这些事情来做一个结合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作为青年人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而不是告诉他们说 耶稣是爱啊 我们要包容啊 你看那些LGBTQ啊 你看那些人 对这个亚洲人的所有的种族歧视的 这些问题啊 就是这些问题 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你自己都没搞明白 然后你就跑去教这些年轻人 你不光教这些年轻人 在青年团庆里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你还去做节目 完全变成一个左派的发声筒 拜登在阿富汗杀了那么多的人 他这样一个撤离的活动 还在说拜登好棒 拜登的政策好棒 左派把加州搞成这个样子 现在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 堕胎可以变性 他们还说左派好棒 纽森好棒 不应该瑞考 所以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 真的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 一定一定要警醒 我相信他们也不是说 我故意的 我就是要帮撒旦 不是 很多是他们自己搞不清楚 他不明白是什么 你想要一个人每天看假新闻 看完假新闻之后 他就觉得说 哎呀 这新闻里讲的都挺对啊 然后哎呀 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去 很多人他其实好心 好心犯了坏事 这个时候就要怎么办呢 就要推荐大家来看我们的AI news频道 我们这个AI news频道呢 不仅是适合年轻人看 更是适合 如果说您是一个牧师 你对这些东西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 但是现在发现 哎呀 你看看 到了幕后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确是影响很大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不明白 你在这些 所有的活动里面 比如说 我们对这件事要怎么看 你应该占什么样的立场 比如说 学校里面 这些多元性教育的东西 你要占什么立场 如果大家有任何不懂的东西 欢迎来问我们 你在下面留言也好 或者是来给我们的信箱 发邮件也好 我们会清清楚楚的做节目 给你讲明白 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要占这样一个立场 我们不是说 我们是左派 我们是右派 我们是耶稣派 这个是一定一定要 坚持住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 这次的这个选举里面 哎呀 好多的假新闻呢 而且我发现基督徒好单纯 说什么信息 你为什么会完全相信 这样一个人 就是他说什么 你就完全相信什么 为什么 那个神啊 主耶稣啊 怎么怎么样的 很多这种 是能吸引很多基督徒 因为大家就说 他是一个很敬虔 很爱神的人 因为你看他 他都挂在嘴上啊 所以他经常这样说 那证明他是一个 很虔诚的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不能 因为这样 我们就去相信一个人 就是这个是不是 能够作为 相信一个人的理由 神在格林多后书 二章17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力混乱神的道 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 凭着基督讲道 我们可以从 这一节经文里面 看到很明显的是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的确是有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混乱神的道 并不是每一个人 说哈利路亚 神掌权在美国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他就一定说的 全部东西都是对的 这次大选 因为太多人 轻易地相信别人 你平时看到的 那些YouTuber 你在Telegram上面 看到这些人的 他们说什么 你都信什么 这次不说别的 就是凯文凯文 原来在华人权里面 默默无名 对 突然砰一下 某一天就出来了 而且你发现 他一出来 是一大群的人 在推动 他们在LINE的群组上面 在微信的群组上面 使劲地就开始 推凯文凯文凯文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怀疑 我就说 那可能就是 大家觉得他好呗 有的人觉得他好呗 但是后来 发现一件事 非常奇怪 有人花钱买网军 去刷凯文凯文凯文 这个是我从来 没见过的 在任何一个 候选人里面 没人见过 大家一般都是 在讨论说 我选他是 因为他怎么样 我选他是因为怎么样 但是突然有一群人出来 刷着基本 同样的话 对 然后这个是 花钱有人来请的 去刷这个人 然后同时 说Lare Outer是Rhyno 你想想 这是谁在搞的 这件事情 It's crazy How many people believe it 你想想看 那些人 突然到了那个点 砰 你看到的 Telegram上面的人 你看到YouTube上面 突然一个点 全部推开门开 如果大家要是还记得 大家一贯相信的 这个林伍德大律师 他在乔治亚州选举参议员的时候 联邦的参议员 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 川普总统推两个参议员 告诉大家 一定一定一定要去投票 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因为这样的话 对我们拿下参议院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It's great to be back in this incredible state the home of hardworking patriots who believe in God family and country Tomorrow each of you is going to vote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unoff el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frankly forget about runof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s really it's really not runoff it's elections because it's a biggie our country is depending on you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people of Georgia tomorrow and you got to swamp them because everything's so crooked around I mean not and not here they were saying oh he's complaining about Georgia no no I'm complaining about eight different states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them all you're going to get everyone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show up at the polls in record numbers you got to swamp them and together we're going to defeat the democratic extremists and deliver a thundering victory to David Perdue and where's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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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e love our David I know David so well he's respected and loved by everyone and someone that has really been a star in Washington Kelly Loeffler where's Kelly where's our Kelly what a job you've done thank you but at this time 林伍德 大律师 说啥 我们一起来 听听 where's Kelly Loeffler here where's David you ought to be standing right here do not be fooled twice this is Georgia we ain't dumb we're not gonna go vote on January 5th and another machine made by China you're not gonna fool Georgians again they have not earned your vote don't you get it yeah 不要出来投票 我们如果说 这两个人 没上的话 我们可能就输了 跟他们抵抗的话 就是不要来投票 我跟你讲 你仔细去看他说的话 doesn't make any sense why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川普总统在那边 告诉大家 一定要投票 我们一定要把参议院的 这种东西拿下来 他在日本跟你说 说 我们都是一起的 因为这个本身 是中国做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投票 yeah 你不要看他说 他是不是爱国者什么的 所有的东西 你都要用自己的 思考方式 你要去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你说 林伍德说什么 你就百分之百相信吗 no 枕头哥说什么 你就百分之百相信吗 no 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我们要检讨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知道 是什么东西 拆散了我们 是什么东西 打败了我们 是什么东西导致了 虽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 信的都是一个神 但是在碰到选举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相谩骂 指责 传播假新闻 说一些我们自己 根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话 只是为了去反驳别人 让自己心里爽假 那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我们起到的作用 到底是正面的积极的 还是反面的消极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言语行为 敢不敢全部都拿到神的面前 一一去陈明 通过这一次 问题要总结 发生了之后 我们就要坦然的 诚实的去面对它 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做得越来越好 如果这一次过去了说 我不想回忆 因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我的确有过一些 那个很愚蠢的时刻或者行为 如果你不回忆的话 你下次还是会跟上一次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次 虽然可能话说的比较重一点 但是希望大家去思考 就是我们这一次跌倒了 从里面学会 然后我们还能变得更好 那我们针对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真的就是像Q说的一样 等着 我们要等呢 第一点就是兼顾 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判断能力 不要再去相信这些不实的消息 要杜绝假消息 在群中传播 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那提萨罗尼加前书 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但要凡事查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 凡事查验 神告诉我们凡事查验 你不要说 我听这个说 我听那个说 林伍德大律师发了啥了 谁谁谁发了啥了 要凡事查验 你自己去看 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就去相信 有人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 我觉得那个观众说的很好 他说现在信息战呢 对 这就是信息战呢 真的要分清楚 不然你一下就被骗 你圣经可以读很多 但是魔鬼也知道 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东西 他要骗你的话 非常非常的容易 魔鬼知道要怎么骗你 对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真的要真正的相信神 我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说 我信神我信神等等 但是相信川普不等于相信神 相信Q不等于相信神 这些东西完全都不能和神话等号 相信弗林将军不等于相信神 相信林伍德大律师不等于相信神 Sidney Paul不等于相信神 不管你follow了这个人多久 不管你觉得这个人说的多正确 他所有说的东西 你要一个一个的去查验 这些人说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是对是错 就像乔治亚州那个投票的事情 你明明一清 No Why 你Senator你当然要去投票 因为我们就是要拿下联邦的参议院 他告诉你不要投票 你不要听他怎么说 但是他告诉你的结果是不要投票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奇怪 当时还有人跟我们吵架 林伍德大律师说的就是对的 对吗 哦 投三点那你不要去投票 对 然后就说 他说这句话 背后一定有他的含义 No 他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去投票 OK 川普告诉你投 他告诉你不投 你想一想 这是什么东西 第三点 一定一定要读圣经 圣经不在乎说 你到底从头到尾读过几遍 很多人给自己那个下落目标说 嗯 我一定要一年从头到尾要读三遍圣经 可能是很多人都这样做 但是我也是这样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读经之前 要先祷告 先祷告让圣灵来做老师 带着你一起读 然后来给这样的智慧的开启 很多时候 真的只是圣经小小小小的一段 你就从里面得到的启示 真的是无穷的 很多人在我们频道里面说 你看看你们这俩年轻人 还信主呢 一天天不干正经事 你们读了点圣经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你们要是真的为神做事 你们就去找失落的圣经啊 Yeah Great 所以就是圣经啊 这么多页了 已经非常非常够我们的读 而且我相信神已经把它是保存得很完整 不存在什么失落的圣经 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去搞清楚 圣经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基督徒当然要读圣经 基督徒当然要明白圣经讲的是什么 这个是所有的重中之重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不懂圣经 你也不去看圣经 你也不去学圣经 那你当然就很容易被骗了 对吧 好 那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属灵圣经 我们读了圣经呢 读了就得做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基督徒吵架 我这次总算是见识到了 以前见到基督徒 因为信主没多久了 见到基督徒 大家都是 哎呀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你好 然后见面就拥抱 大家就很开心了 这次我真的是 我从来都不知道 经文还能拿来骂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专门 吵架的量身定制的套路 就我先骂你 骂完了之后 我再写一篇 祷告文 求神光照你 然后奉主的名来祝福你 这什么套路 联名单姓的这个点名骂人 真的真的不要再这样 大家都给我们这些 属灵的年轻人 做足榜样好不好 我们这个信主也 加一些也没有多长时间 可能我们俩加一些 都没一个人信主的时间长 对不对 大家给我们做足榜样 鼓励鼓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基督徒是有神的样式的 所以在这里呢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点 属灵生命提升了 你跟神有了亲密的关系之后 家人跟朋友一看到 就说 哎呀 你看 这人多不一样啊 你看Eason 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 多不一样啊 给神做一个荣美的见证 对不对 大家一看完就说 哎 真是 什么能让一个人 改变成这样的 一定就只有神啦 那如果说你已经是个 信主十年以上的基督徒 天天 大家接到的信息 都是你传来的假信息 你一生气还骂人 平时在家 天天说别人坏话 那这样的神 谁会想去认识呢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 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真正的 就是要去传播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保守派的理念 而且这个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知道 什么是圣经的对 什么是圣经的错 你这个样子 你才有一个基础 出去传播的理念 你不是说 我只要到教会里 我只要当一个牧师 我只要在教会里面 在做一个服事 然后再带一群人 你这个样子只是在帮别人洗脑而已 人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我们永远都以为说 我们可以去控制其他人 然后我们的想法最重要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思想 放到这些年轻的人 我们带领的人里面 当你的知识还有资讯 全部都是错误的时候 当你在宣传这些魔鬼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在支持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还有Stop Asian Hate这个时候 我不管你做牧师做了多久 我不管你在教会界有多有影响力 我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大 你就是没有带好耶稣的羊 那么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牧师的话 指出来 跟他说你要悔改 这个是真的要悔改 我知道指控人是不好的 就说什么你眼中的梁木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遇到这种 Blasphemy OK这种侮辱神的话 然后在这边扭曲圣经的价值观的人 你就是要指出来 不管他是多大的牧师 你就是要指出来 你要为了真理 你要为了正义 你要为了神 你要为了你的神而战 实际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他是耶和华 然后这些话是他说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是对神有责任 你的一切义务 是你对神有义务 不是对你的牧师 不是对你的教会 你是对神的 所以说你要说的一切的话 你是要为神去说 而且要说正确的话 所以说你更要了解圣经到底在写什么 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说 说我是一个平信徒 这些东西都跟我没关系 没有不要把神给你的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 埋在地里面 就像刚才你说的 碰到这样的牧师 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这个是为了他好 要让他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 要让他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什么 不要再误导人 不要再当撒旦的传声筒 这个东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所有人听了你的信息的人 会被误导 你自己以后见神面的时候要怎么交代 如何要保证我们每天真的在这个神的道路上面呢 那首先就是你祷告 还有灵修的时间一定一定不能少 最好的就是我们早上一起床 你说就能开始敬拜 就能开始听神的话语 就能跟大家一起来为美国祷告 那这个要怎么做到呢 最好就是来参加我们的陈导会 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六点钟 每夕时间的清晨六点钟 非常非常棒的陈导会 起床的第一件事我就开始敬拜神了 第二件事我就开始听神的话语了 你看看多棒 你这一天这早上就夸杀给你打一个鼠名的机器 你这一天就哈利路亚就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来看我们片尾的这样的一个陈导会 这个陈导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那每一天呢都会有牧师来给大家讲信息 每一天呢都会有为我们现在发生的时事祷告 那AI News呢 我跟Ethan就会每个礼拜三的早上出现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然后有一些祷告事件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为神的国做光做眼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哈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们唠唠叨这么多 并不是说想给大家 换一些说负能量的东西 没有啊 我们只是想觉得说 这个事情结束了 我们就是要用真实的眼光去看待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 窝里斗的话只会让敌人得逞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学会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来 Bible Bible分析分析 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下次一定要杜绝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爱的 神也看好我们 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棒 那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夏雄 我是赖小光 我是叶师母 我是朱鸿威 我是蔡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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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网民 Common 我闻一样的朋友 我是今天的主题